一踏入套年,歌坛就有個重磅好消息 就是歌神許冠傑 會在今年重踏紅館開演唱會 大年初一,鄭丹瑞就以一個 網台節目主持人身分 到訪阿Sam家企拜年 兼宣布落實開秀大計 我預約到紅館了 好… 預約到了,於是就復償了,對吧 好 你可以近距離跟歌迷接觸 你有甚麼想在紅館製作? 當然希望近距離跟歌迷見面 唱歌給他們聽 之前網上演唱會只可以我唱給他們聽 沒有互動 但我每次演唱會都有現場點唱的環節 觀眾現場想聽我唱甚麼歌 我都拿著結他唱給他們聽 而且很多歌跟他們一起帶合唱 希望可以萬人帶合唱 每次都很浪漫、很溫馨 阿Sam曾經在疫情期間舉行慈善 online show 獲世界各地歌迷響應 先上合唱,畫面很溫馨 隔了那麼久再開實體show 一向石歌迷的阿Sam 就說要盡力為他們謀福利 經過這幾年的疫情 知道香港人很不開心 所以這個演唱會 一定要令他們看得很開心 是 也知道香港的經濟 這幾年實在不太好 香港人過得不容易 所以演唱會門票一定不可以貴 希望可以多些人有能力 可以看到 因為很多香港人 這幾年在香港付出了很多 希望可以回饋他們 所以如果真的要做演唱會 門票一定是我首選的因素 平時只有兩行位 在山頂 現在我希望有六千位 即是一半的票 好,一於賣大包 除了賣大包 半數門票是山頂位的價格之外 阿Sam還向歌迷率先預告 紅館過唱的主題 很多人都知道我初出道是駕band出身 以英文歌為主 截至1972年 我和Michael主持的 《雙聲母戲》電視節目 其實有一集我唱首歌 由我作曲 Michael填詞的《鐵塔靈魂》之後 香港人很喜歡這首廣東歌 從此以後 然後我們就開始了廣東歌的創作 不經不覺原來已經有50年了 所以廣東歌影響了我很多 給了我很多東西 所以演唱會都是以廣東歌為主的 希望大家可以在廣東歌裡面 見證香港這幾十年的變化 還有希望透過音樂 就像鐵塔靈魂歌詞一樣 帶大家遊歷世界 找出大家最愛的地方和人物 雖然歌神的演唱會遲些才有看 但想欣賞他的歌喉又不用等那麼久 歌神這天就自彈自唱一首新年歌 跟大家賀身碎 贊神到了 贊神到了 恭喜歌唱